嗨,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幹嘛? 嗯,我們今天要做 蘿蔔糕 Yay! 什麼是蘿蔔糕呢? 來,主角 這裡,這就是 白蘿蔔, white radish and 蘿蔔糕 means radish cake That is my favorite Taiwanese traditional breakfast 是我最喜歡的台式早餐 那我也知道很多外國朋友喜歡這個蘿蔔糕 所以我們就來一起做吧 那因為我覺得在外面的蘿蔔糕 常常會有很多的添加物 或是比方說我不吃肉 那可是很多外面早餐店的蘿蔔糕 會有這個豬肉或是豬油 所以為了確保 不要吃到那些我不想要的東西 我可以自己做 那也非常簡單 那我自己呢 我是可以吃海鮮的 我是 pescatarian 海鮮素 所以 其實, I'm going to add some little shrimps 就是小蝦米 我會加 但是如果你是吃全素 Vegan全素 你可以不要加 OK?好吧! 那我們的材料有哪些呢? 如果你是想要學到 添加台灣的漫漫 從我 一定會請到 我的唯一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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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喜歡傳統的角色 或想學到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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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 裙 飯 為 包裡 Schuld 唯 30g it is not sticky rice flour don't pick the wrong one because the sticky rice flour doesn't work please separate the water into 190 and 290 a little bit of the dry shrimps it is optional 調味料 seasoning 鹽5克 salt for fragrance 白胡椒 white pepper it's based on your preference it's optional too 好吧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的那這裡面呢已經有230g的再來米粉 然後我加了5克的那個鹽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白胡椒粉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加入290g的水這裡 好慢慢加 好啦那現在就可以來攪拌囉 把它攪一攪 好 好你看 好了各位我現在在我非常小的廚房裡 好那這個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削蘿蔔了 對就是這裡 那首先你要把蘿蔔洗乾淨 對然後把那個皮削掉 外面的皮削掉OK 好了我們的蘿蔔已經洗好 然後削好皮了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來搓絲 用這個 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煮蘿蔔 就是這個蘿蔔 剛剛弄好的蘿蔔要先煮 然後我們要煮到它有一點點就是透明的樣子的時候 就可以停了 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煮吧 把蘿蔔都倒進好可怕喔 等一下 我真的很討厭炒東西 太可怕 那現在就是把蘿蔔絲炒一下 等到它有一些香味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加水 好那現在我這邊有190CC的水 我們現在把水加進那個蘿蔔絲裡面 然後燜煮一下 好 好 然後呢 剛剛我有提到那個小蝦米 就是這個 Little Shrimps 如果你是吃素的人 你也可以不要加 好 那我 我沒關係 我可以吃海鮮 所以我就加囉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帶來米粉漿 然後現在我把它攪拌一下 因為它很容易沉澱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慢慢的把粉漿 就是倒 倒進去那個蘿蔔絲裡面喔 好 那就開始吧 然後記得就是一邊倒的時候 就要一邊攪拌喔 好 開始 那你一邊攪拌的時候 其實這個粉漿它就會開始慢慢的變熟 哇 好難喔 好難喔 就是只有一個人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那因為它一邊變熟 所以會有一點難攪拌 喔 哇 發的 等一下 喔 哇 好 你們可以看到它就是 這樣子 然後越來越 濃稠 喔 喔 呵 越來越濃稠的 對 喔 م 哇 好難用喔 好香喔 有那個米的味道 好你們看到了嗎像現在就是你攪拌到它可以變成一團的時候 就像這樣子的時候就可以停了喔 so it's like yeah like that like a dough and you can stop 終於好了好那現在呢我們要準備一個這個小模子 在小模子的裡面我們要抹一點點油 這樣子那個蘿蔔糕才不會黏住OK好吧那就開始 好就像這樣裡面都是油了 現在就可以把我們的蘿蔔糕就是裝進來OK好 像這樣把它壓平對壓平壓一下 嗯我剛剛有點擔心這個模子會太小但是看起來好像剛剛好 所以讚完成就像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蒸蘿蔔糕囉 yeah我們終於可以來蒸我們的蘿蔔糕了 然後呢你們知道這個東西嗎 這個這個是每一個台灣人的家都一定會有的 大銅電鍋超好用的對 那如果你有大銅電鍋是最好 如果沒有你也可以用一般的就是鍋子 然後把你的蘿蔔糕放在鍋子裡面 可能用一個東西墊著什麼的 然後蒸對 大概加500克的水 好 現在呢我們就 欸我的蓋子咧 等一下 我的蓋子在哪裡 在這裡啦 好然後就把它蓋起來 然後呢按下去 這就是為什麼我超愛大銅電鍋 因為超簡單 對 好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等它大概40分鐘以後 它會自己 大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40分鐘以後再來看蘿蔔糕囉 哈囉各位 所以剛剛我們的蘿蔔糕已經蒸了40分鐘 然後我把蘿蔔糕從那個電鍋裡面 拿出來 放涼 剛剛拿出來的時候 有在上面抹 薄薄的油 因為這樣它才不會乾裂 對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脫模囉 Yes 你看這個蘿蔔糕怎麼樣 很漂亮吧 我覺得它形狀就是也很完美欸 對不對 而且 真是好香喔 超期待要來煎這個蘿蔔糕的 成功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煎蘿蔔糕吧 那你們看一下就是煎蘿蔔糕的時候 就是放下去就不要一直動它 不要一直移動它喔 那你大概煎著 我覺得應該4分鐘5分鐘的時候 然後再翻面 然後再翻面 好了那呢太棒了我們終於可以來試吃我們剛剛煎好的蘿蔔糕糕 很美吧 你們一定要自己試試看 這超簡單 好 那怎麼吃呢 很多人會用醬油膏 就是 It's more like thicker soy sauce 但是我喜歡 辣椒 嘿嘿 所以我要加這個超好吃的辣椒 辣辣辣好吃 裡面就是你看 裡面就是超軟的 然後外面是有一點黃金酥脆 好香喔 好好吃喔 那個蘿蔔 蘿蔔非常的甜 就是自然的甜味 而且我們自己做是完全沒有加那些 添加物 超健康的 好棒喔 明天早上也要吃這個 再吃一口 好吧 那我希望你們非常喜歡這個影片 然後記得一定要試試看自己做 然後如果你有照著我的方法自己做 請你拜託 讓我看看你做的蘿蔔糕 那你可以就是在Instagram上面tag我 這裡 好吧 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可不可以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要各自拍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好 你